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及今年会是中国女排繁忙的一年 有四项大赛要参加 同时国际排联关注到 中国女排是第一批在2022年集结备战的球队 三次奥运冠军于上周末在宁波北轮开始了为期三周的训练营 这也是新主教练蔡斌在上任后和球员的第一次见面 同时也是迈开了中国女排备战巴黎奥运会的第一步 55岁的蔡斌取代了传奇主帅郎平出任中国女排主帅 国际排联随后也是介绍了中国女排这次的训练营情况 一共有67名球员参加了这次训练营 大部分的球员以前没有为中国女排比赛的经历 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在今年首次代表中国女排出战 还有一些大家熟悉且颇受球迷欢迎的球员 譬如二传丁霞、复工袁新月、接应龚翔宇 都是参加过李约和东京奥运会的球员 国际排联提及 在这次训练营中 队长朱婷、主攻张常宁以及二传姚迪 因为伤病问题暂时不参加 在介绍到中国女排今年的比赛任务时 国际排联形容今年会是中国女排非常繁忙的一年 因为球队将会有四项大赛需要参加 除了大家已知的试联赛 亚运会和市井赛外 球队还将参加亚洲杯 按照目前公布的时间 试联赛将在5月31日至7月24日举行 亚洲杯则是8月21日至28日举行 亚运会是9月8日至9月16日 市井赛为9月23日至10月15日 值得一提的是 亚洲杯、亚运会和市井赛都集中在了8月和9月 中国女排将在55天内连续征战三项大赛 及其考验队伍的体能储备 对于8月21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亚洲杯赛事 蔡冰可能会派出二队出战 主要原因是亚洲杯和亚运会之间的时间间隔过短 若隔离14天的政策没有改变 中国女排很难赶上杭州亚运会 此外 亚洲杯的重要性并不是太强 各主要对手包括日本 韩国和泰国估计也会派出二组阵容出战 中国女排曾在亚洲杯上五度夺冠 所以 即便是派出二组阵容 球队的最终目标也应该是争冠 除了要在亚洲杯上争冠外 中国女排在亚运会上的目标也是力争第一 就目前亚洲各队的情况下来看 中国女排虽然进行了更新换代 严妮 刘晓彤 林立退役 朱婷 张长宁养伤赞别 但整体实力比日本 泰国和韩国要高出不少 泰国和韩国更新换代的程度 比中国女排还要严重 韩国金阮景已宣布退出国家队 泰国则是七位老将集体离开 日本换了主帅后 需要进行打法上的重整 市井赛中国女排的目标是 争取名列前茅 闯入四强或守住六强应该是底线 至于能否完成目标 就需要看各队的人员调整情况 毕竟2022年是东京奥运会的第一年 各队都会进行大面积的换人 实力如何现在仍无法估计和预测 市联赛 球队应该还是以考察新人和磨合阵容为主 期待在新帅蔡冰带领下的中国女排能够重新崛起 再创辉煌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